结果一模一样 这个跟这个一模一样 但是呢 这边顺便讲一下 这个VPA的程式 在这里的话有一个 可能同学会问到一个问题说 那这个公式这么长 一定要这样拉拉拉拉拉到这边才OK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拔 可不可以从这边断行 Enter一下 不过你会发现你要断行 要注意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说 你如果你要断行的话 请你先找到什么 这个I的位置 有没有这边有个I 那我是建议你可以找到 习惯上 你只要找到end 这个串接符号 我们后来打这串接符号的 前面或后面都可以 不过我习惯是后面这个的空白 空白的后面呢 加一个底线 Shift加底线 你这个时候呢 主要关键在这里 第一个放的位置 一定要在空白后面 加个底线 再来按Enter 这个时候你离开的话 你会发现 他就会把上面那一行 跟下面那一行 当成是同一行 关键的地方在哪里 关键的地方在哪里 关键的地方其实是这个底线 OK 这个底线放的位置 一定要放在 一般习惯是end 其实你放前面也可以 如果我习惯是放end的后面的空白的右边 多一个这个就OK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这个刚刚的这个公司 再把它变成VB 这个其实前面写过 只是说今天多一个部分 就是因为公司太长了 我如果今天要换行的话 记得你不能随便换行 所以加一个空白加底线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那当然在VBA里面也有计算日期相关的函数 只是说找了半天 好像要完全取代Dedif Essale里面这个Dedif函数的话 似乎好像还是找不到 所以我是建议你不如干脆的 如果以后你要用Dedif 然后配合VBA的话 干脆直接丢公式 最简单